那些被剧组坑惨了的巨星都遭遇了什么苦难 先说瞄了最爱的华仔 华仔拍老鼠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 当年在电影门图首映现场 播放到张静出饰演角色的尸体被老鼠砍食那段时 华仔马上就找借口躲去了卫生间 我是米老鼠都不行 有尾巴经过尾巴吗 有没有尾巴都不行 像人 而早年间在拍王家卫的阿飞正传时 华仔更是实实在在的被剧组坑惨了 本来说好的戏份很多 还有一段必须要去九龙城寨拍摄 华仔很惊艳 哪怕明知道那里遍地老鼠 也还是你的头皮过去了 除了在镜头前拍摄 其余时间他都会尽量不让鞋子接触到地面 并且开拍前还经常念念有词 千万不要让我碰见老鼠 刘德花最怕老鼠 可他的拍摄场地却常常有老鼠出现 并且还大的惊人 为了应付这些麻烦 除了拍摄 余德花尽量不让鞋子接触地面 整个拍摄工作持续了三个月 华仔也在老鼠的阴影下提心吊胆了三个月 可电影最后上映 华仔的戏份却被大量删去 他成了一个客串不说 在九龙城寨拍摄的戏份 更是被剪得一刀不剩 再说成龙大哥 大哥拍起动作戏来 真拳真脚不要命 那也是影迷们有目共睹的 可他自己因为敬业 经常出事事一说 剧组粗心大意 致使大哥被异国警方传唤 那是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的 当时呢 有一场戏需要用到假钞 剧组就做了一些道具钞票 看起来很逼真 可拍完之后 大哥又去忙别的事了 这些假钞呢 就意外地流入到了当地市场 警方后来还传唤了成龙 当时在拍的分音计划胶片 也被没收了过去 本来就紧张地拍摄日程 这下又不得已 停止了好多天 对大哥来说 当时的情况可真的是雪上加霜啊 而最惨的 其实还要属李小王之子 李国豪 作为一颗冉冉生起的影台星星 就是不借助父亲的光帆 李国豪的前途也是无可限量的 然而 就在28岁那年的愚人节凌晨 他被剧组的道具手枪射中 阴体内大出血 再也没有站起来 可在追查这个意外的成龙时 剧组上上下下 竟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楚 道具总管表示 负责装弹药的是特技人员 他只是保管枪支 特技人又说 自己装的是空弹 不清楚为什么会有那么大杀伤力 而开出这枪的演员 当时和李国豪搭戏的迈克尔·麦西 哪里知道 手中的道具枪 蕴含着如此大的危险 看看 遇到一个如此不负责的剧组 小命丢掉 都讨不到一个合理的说法 好了 这里是电影幕后喵 喵粉们的爱豆 都遇到过哪些坑人的剧组呢 关注我 下期带你了解更多幕后冷知识 喵